嗨,大家好 上集我们说到在前往韩宗的途中 刘邦听取赏量的建议 扫毁入术的战道 同时也涉谈败韩信文大将军 这集就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吧 韩信败江后 就为刘邦制定统一天下的策略 第一步就是闯出汉中 还定三情 然后以关中为基地 引冰东向 同项羽 争夺天下 公元前206年6月 在项羽伐旗期间 韩信派出繁快等将士 假装修虎包写道 从这里起兵 吸引秦军主力的注意力 韩信则亲率大军从陈仓道 悄悄离开汉中 进入秦军的后方军事重镇陈仓 秦军赶来救援陈仓时 修战道的汉军也赶来回尸 前后夹击 打败秦军 韩信仅用四个月时间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一举平定三情 博取了欢中宝令 公元前205年 四月占领三情后 刘邦心生猜忌 让韩信留守关中 刘邦以项羽杀害了楚怀王为例 由率领五入诸侯兵 买有56万 向东攻打铿城 这时 项羽正在攻打齐国 他处在了负辈受敌的位置 且两方兵力相差全输 项羽不得不采取了 出人意料的大胆作战计划 他留下珠江继续攻旗 自己仅率领三万惊奇回去解救 铿城之威 并在半日之内 以三万之士击溃汉军56万之众 歼灭刘邦苦力 创造了古代战争中速决战的典范 是中国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略 恒承之战后 汉军几乎全军覆灭 刘邦一路逃亡极为狼狈 不仅导致人本归降的各路 诸侯纷纷反叛 而且附近刘太公和妻子吕智 也被项羽掳获 甚至为了逃命多次将儿女赶下马车 刘邦退到刑阳一线收集残部 这时 刘邦的部下萧和在关中 征兽到大批兵员补充前线 韩信也带部队赶来与刘邦会合 刘邦的汉军得到修整补充后 实力复阵 将储军成功地恶阻于刑阳一东地区 暂时稳定了战军 交战初 刘邦即采纳了张良的谋略 实施正面坚持 敌后袭扰和预测牵制的作战部署 第一 游说鹰部倒戈从南面牵制项羽 第二 派遣韩信货位保障一层安全 第三 联络彭越 袭扰项羽后方 从而有力地持之了项羽的进攻 第四 让萧和治理关中 巴蜀 巩固后方战略基地 转运粮食兵员 支援前线作战 第五 采纳陈平的离剑计 灯化瓦解楚军 接下来 我们就来谈谈陈平 陈平是西汉开国功臣之一 是刘邦身边的谋士 陈平先投奔魏王 后投奔一时风投无量的项羽 不见重用后再投奔刘邦 三幻其主 陈平在楚汉之争 出了六大奇迹 包括了离剑项羽 与范增和终离妹的离剑计 帮助刘邦夺得了天下 刘邦的这些措施 虽然起到了牵制楚军 巩固后方的积极作用 但是正面战场的形势 依然不怎么乐观 项羽多次派兵切断汉军的良道 使刘邦的部队在补给上 发生很大的困难 五月间 项羽大军更实际于行仰 刘邦内化计量 外无援兵 情势日趋危机 刘邦采纳张员的缓兵之际 派出使臣向项羽求和 表示愿以行仰为戒 以西蜀汉 以东归处 但遭到项羽的断然拒绝 刘邦无奈 只得采纳陈平之际 由一个身形及样貌 恰死刘邦的将军 记性假扮作刘邦 驱车簇拥出行仰东门 乍延城中石径 汉王出将 蒙骗项羽 而自己则乘机 从行仰西门逃问城高 项羽发现自己受骗 上班后勃然大怒 烧死记性 率兵追击刘邦 很快攻下了城高 刘邦仓皇逃回关中 公元前203年 10月 刘邦听取谋势利益机的建议 呈项羽东取之机 反攻城高 项羽听到城高失守 大惊失色 急忙由虽杨带领主力返回 同汉军争夺城高 与汉军对峙于广武 欲与刘邦决一子雄 可是汉军依据血腰地形 坚守不战 双方对峙数月 项羽无计可施 这时适逢韩信攻占林姿 其地战时吃紧 项羽不得已治好 海龙居带兵方十万前往旧旗 到了11月 韩信在围水全接了龙居的部队 平定其国 使项羽的处境更趋苦难 几个月后 处军粮食缺乏 既不能进又不能退 白白地消耗了力量 完全陷入了被动 这时汉军韩信部已经破卫 破罩 降业 平地三骑 占领了楚的东方和北方的大部地区 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 横略的游军则不断扰乱楚军后方 攻占了昌里的二十多座城池 并多次截断楚军的独际线 鹰部所不在淮南也有所发展 项羽不被受敌 丧失了主动 陷于一重落战的境地 双方强弱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 成高之战是楚汉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仪仗 它使楚汉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彻底的改变 项羽的失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公元前二百零万年 作为优势一方的刘邦 首先主动求和 要求属回人质 以鸿沟为界 终分天下 鸿沟合以后 项羽引冰攻归 刘邦确臣这个时候突然撕 伟盟约追击项羽 想要把项羽一举消灭 刘邦以加封土地为条件 说动韩信从其地南下 占领楚都同城等广大地区 冰封直指楚军侧背 自东向西加击项羽 狼王同月率军数万从梁地出发 先南下后西境 与刘邦本都军共同 逼楚军后退 汉江刘甲率军数万会同九江王英国和兵十万 四百倍出发 从西南方发动对楚地的进攻 先克守春 在攻下重复并将此处军营全部图禁 同时 得到关中兵丁补充的刘邦 则帅本部军二十万出故林攻净 汉军五路 大军 合计近六十万之众 形成从西 北 西南 东北四面合为楚军之势 项羽被破率十万楚军向该下号扯 项羽军在该下已经是在 四面楚歌的困境不但兵少 而且粮草不够 又被刘邦几十万大军包围 项羽带领八百人马突出重围 来到乌江江畔 麻剑自吻而死 随着项羽的离开 楚汉相争就结束了 逢年二月二十八日 刘邦于定陶汉水之阳及皇帝位 国号汉 定都长安 史称西汉 纷纷谈性 同月 英国七狗为王 封十八号 他 重新统一了中国 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荧幕 公元前195年 四月中旬 汉高祖刘邦并食于常乐宫 十年六十二岁 太子刘邦继位 为汉贵帝 刘邦出生平民 文不能输 武不能战 但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 相反的 他的对手向日 出生贵族 令能扛顶 英勇无敌 灭了秦国 最后落得个全军覆没 兵败自吻的结局 就让我们来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吧 一 在性格方面 刘邦与项羽大规模的交锋一共有六次 刘邦失败了前五次 却欲战欲勇 战胜了最后一次 就这一次 天下归他 相反的就那一次 项羽就自吻 还将自己的死归于天意 刘邦虽然经常大怒 但已经暗示 便能立即控制 虽然他先进关中 但是项羽却把他分配到巴蜀汉中之地 他也可以容忍 而且还把入关的战道给烧了 以表示吴东谷之意 相反的 项羽常在圣怒之下失去控制 干出失策之事 如屠杀投降秦兵 独成等 二 在人才方面 油邦手下文有张良 萧和 陈平 胡有韩信 樊快 周博等人 他能责善而从 发挥他们的才干 而项羽却刚毕自用 屡致范增的梁牧于不顾 不断专行 由于他不善用人 导致 陈平 韩信 英雇等人离处归汉 最后连范增都离他而去 三 在战略与战术方面 项羽游过人的战术 在巨鹿之战及蓬城之战 他都以少胜多 击败了秦军与汉军 但是再多的战术胜利 也不比一次战略失败 刘邦深知他要取得天下 一开始就以关中为基地 确保后有良草供应 前有韩信军队 四 在人心方面 刘邦步关中后不但没称王 还约法三章 对城内秋毫无犯 相反的 项羽入关后 纵容兵士强掠 还一把火烧了咸阳城 这也促使后来刘邦 在出关中时 秦帝的人民义无反顾地支持刘邦 好了 刘邦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下集我们再分享另一个影片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like和subscribe哦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